欢迎收听音乐Stand Up 我是英志远 自热已经过气的音乐老师 大家好 我是沈子杰 一位很怕过气线的 还十八整舞台不放的现役音乐家 对啊 真的 老师我跟你说 那天我真的看到有人留言 我们的第几次留言 大概第一次 我们才一个留言 那我们其他留言就是 是直接跟我们反映 但是这个真的是真的留言 所以他有跳通知出来 我有看到留言 对 那我看到的留言就是 真的是在Spotify上面留言给我 他就说故事讲得太精彩了 总觉得音乐有点失色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并没有 在讲故事的同时一起放音乐 同时放音乐这件事情 这是你有忠实地传达他的原文吗 就是故事讲得太精彩 对 真的吗 那么高的评价 假如故事讲得太精彩 音乐就显得单薄了 对 相信失色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 在讲故事的同时都可以马上放音乐的话 大家的感觉会不一样 我问你一件事 假如说今天有人帮我们两个做直播 就我们两个就像现在我们这样做的对面 然后中间放一个音响 我们聊到什么的时候 甚至我们讲到一些话 文字的部分 我们后面可以打一下文字 大家看一看那个文字 然后我们介绍音乐的时候 我们就放 然后我也做一些 听音乐 你知道我们可以一边听音乐 一边说话 按照那音乐的感觉 去诠释它 这样的话 我们所传输出去的讯息 就会更立体 大家除了看到我们两个说话 然后我们讲的 比如我在念一首诗的时候 那个诗的字 也可以打在墙面上 字可以打 但是音乐你知道 它如果只要是侦测到 它一听 侦测到我们的音乐 是有版权的 对 它就会把你全部弄成无声了 大家就像在看末举一样 我们两个人就 那增测总要一点时间吧 我们放音乐都放五六秒 就把它切掉 你觉得会 五六秒就感觉好像也就 感觉还来不及 营造就那个啦 对不对 五六秒 是不是 你可能 在古典音乐五六秒 可能真的有点少吧 它可能就一颗音 收掉 谁知道那什么东西啊 那 半分钟 它会马上增测出来吗 就不知道 因为其实真的会有人 像 像以前那些 有一些很多直播的人啊 他们在以前真的是会放歌 因为为了要让这个东西 变得比较有趣一点点 不要那么担保 对 但是他们后来发现 在播的同时没事 但这种东西 影片就是要留到之后还可以看嘛 有人要重复看 后来就不行了 就没声音了 从头到尾没声音了 他们就开始很害怕 后来大家就开始乖乖的用 所谓的没有版权音乐了 这件事情了 我们 好了 那以后我们也许可以试试看 因为你刚刚讲这个留言的说 他说故事讲得很精彩 好 那对我们两个是很大的鼓舞 对 但是说音乐就显得单薄 所以我们就说 我当然我刚刚听到你 有人这样反应的时候 我觉得 我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 故事很容易让大家第一次就有感觉 嗯 这是 我这样讲没错吧 对 没错 但是音乐要有第一次有感觉 其实是很难的 除非那个音乐 很浅 很容易 好 比如说华尔兹 嗯 对 对 对 可是 可以听到 对不对 对 可是因为通常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故事 都比较 在深入一点点 对 那我们选的音乐其实是很有深度 或者说就是我们选的音乐的那个版本 应该是很有意境 对 要一下听就能够听出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不容易 对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做成podcast跟你 你看假设现场一听 我就立刻有感觉 可是我变成是我没有办法 就一样变成一个记忆的点 对 就像我们Eater列说 它是一个记忆的点 但是最终音乐要真的能够走到你的心里 你还是必须要经常有机会去接触它 有意识无意识地去接触它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然后把音乐放上去 我们觉得不错的地方放上去 大家可以在听故事听完之后 再来复习一下音乐 然后或者是你哪一天 可以突然想要听哪一首音乐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故事去找到这个音乐 对 它是有点像是索引 对 那个书的索引一样 对 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对 那就跟你一般来说 要听到故事的 同时间听到音乐 那个冲击性会比较低一点点 你再说一次 抱歉 就是你如果你听到故事的同时 后面就有音乐 你会很立刻就有冲击 那就很有 对 那就会很有反应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只会留在当下 对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是有点 希望是你之后可以一直重复拿出来 像一本好的书 是 你可以拿出来反复地咀嚼这件事情 然后音乐也是 它可以反复地咀嚼 对 我就趁这个机会 我就要说 譬如说 阿玛迪斯这部电影 其实不错 它里面用了几十首 莫扎德的作品 譬如说 他在描写一些场景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作品的 几个小学 有时候那个音乐 只失去了十几二十秒 多一点的话 譬如说他在舞台上唱的歌剧 也许会有三十一分钟 但是在电影配音里面 他不可能放一个完整的曲子 对 因为他在几分钟之内 都已经变了多少场景 所以他不可能 那他能够在几秒钟之内 给你感觉 他就是 他只能放那几秒钟的音乐 对 但是我们现在讲故事听乐是 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 对 我们是说 我们的故事基本上就已经 就是你要把我们所影射的音乐 也要完整地听完 你才知道这个故事的情境 跟着音乐是非常相称的 对 那比如我上次讲 他在四月 禅至死 那个感觉 他那个整个晚上 他其实是一定是 有点 他可能是很孤独的感觉 整个晚上 所以他又看到灯光 慢慢地暗下来 外面下了雨 有点冷冷的 然后你听风吹来 竹子会呱呱在响 对 然后灯有点越来越暗了 然后舒适有点 心中有一点翻腾 就想到了很多事情 然后大家都睡着了 明天他就要 他要完全是 另外一种生活的状态了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 在他要进入到 人生下一个阶段 就是黄州那五年的 前一刻 你不觉得在前一刻 人都会这样 譬如说明天 像我女儿 她 她后来到欧洲去发展 她还突然 我的小女人 当她离开台湾的 前一天晚上 她非常有感触 行李都打好了 当然她很想 到欧洲去生活 可是她也觉得 哇 她从此就要真正告别 22年台湾的生活 对 所以她看到 她自己的书房 自己的房间 然后她说 爸爸这些东西 就说 你看 有的我不需要的 你也可以处理 然后她说 爸爸我要走了 又高兴又难过 对不对 那我想舒适去黄州 复杂的心情 没有什么很高兴 但是她也 很复杂是一定的 对 我在想 就在前一刻的感觉 就在踏进黄州的 前一个晚上 这个故事 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好好的听 这个幻想曲 397 你不会觉得 那个曲子太长了 一下就过完了 一下其实没有 那个曲子也只有 六七分钟 就是说 所以 但是只要听下去以后 听几次 六四七次 八次九次 一定会知道那种 那种很 其实是很淡漠的 极寥的感觉 对 有点漆 有点漆冷的感觉 这个感觉 一定会非常明显 那一旦你听进去了以后 你就知道 莫达德这个 钢琴幻想曲 写得真好 真好 然后你也加重了 你对苏氏 在踏入黄州的前一晚 在禅志寺 那天晚上的心经 对 也有一种感同身受 那你再去念 那个28个字 你才会有感觉 对不对 你再去念 你就觉得 已因之我此时期 人生真的是快 一个十几岁看到的东西 今天我已经45岁了 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能够感觉到 那个诗的那种情境 对 我觉得音乐是 比故事需要更多的时间 但是我们这样做 是非常好的 它不是配乐 对 假如今天我讲的 苏氏的故事 譬如说我花了100集 来讲苏氏的故事 当然可能不用100集了 大概要 但是50集可能是一定要 用50集来讲 然后里面放了100多首音乐 应该是每一个音乐 跟那个 相互呼应 对 主人公的心情是 相当的呼应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做 我的部分 那你的话 你也正在做你的尝试 对 但你现在还找不到 任何一个主题 就是说 那可以让你注意 就是说很有系列的来讲 就是我已经找到了 因为我已经 学音乐 教音乐 从教晓婷 然后带乐团 然后再教设大的学生 到我自己编了几十个故事 到最后我在六年前 我选择苏氏的故事 作为一个长篇 这是经过多少年的时间 那用苏氏作为一个主轴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你就是你可以听到 太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而且相当的恰到好处 就是我刚刚 比如说上礼拜 我们讲的那个 他到了黄州 那边的山水 风土明晴 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感觉 正面的感觉 所以我就用Browns的第三号教权曲 第二乐章 对不对 我不会用命运 对 可是我会用到命运的第一乐章 我会在某一个时间点 对 用到命运的第一乐章 对 那要到时候才 等到故事讲到那里 我们自然就会听到 命运的第一乐章 所以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他也是一个主轴 对 那我就用苏水人生当主轴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都超疗愈的 对 因为老师你已经做这件事情做很久 就是很像是一个电影导演 对 我已经 对 就是几十年 已经导了50部电影了 突然间说 我要好好的拍一个系列的电影 对 这电影全部就讲一个 伟大的一个人物的一声 这一声可能我需要用10部电影来说他 那我可能就是刚开始我在拍短片 对 你还在拍短片 对 我还在拍短片 的经验 只能还只能做 对 我还是在那种小车库里面拍短片 这样子 自己拿着一个小摄影机在那边 从我的眼睛看世界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解释 对 就是说你开始 对 那我是 就是六年前我决定要讲苏石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已经编了大概40个教材了 对 所以我在讲苏石 我在准备要讲苏石的过程中 我还是在讲我那个四十几张 对 是四十几个故事 是我编的故事 可能然后一直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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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累积了六年 直接拍了一个长片 对 我现在就说 我现在正式开始拍长片 对 那我把我拍这个长片的所有的经验 还有我的内容 就在Podcast上讲出来 对 那这是一个 我给我自己至少两年半的时间 我觉得要两年到两年半 才可能讲个大概 对 我也是在实验 所以我可能小短片 十个可能只有两个可以用 你要累积很久 其实是这样没错 像我们听过的很多曲子 其实我一直没有把它放在我的教材上 因为好像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故事 因为有些曲子 它的音乐的意境 稍微有点不适 一般的人就一下就抓得到 也许我自己都还有点模糊 我特别会用到 我自己已经很清晰的 领悟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音乐就是这样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故事里面 所以我觉得 但我们也是不断地在练习 才会不断地进步 对 没错 讲故事听音乐 讲故事听音乐 然后还要有我适时地 把老师代理主题一下 对 稍微搞笑一下 让我稍微再紧张 让你会忘记 每次你讲完以后 我发现我的头脑稍微有点空间 其实我在射大上课 我很怕学生 有时候会提出那种无厘头的 那我刚才很可爱 我有一个学生 因为前天我上课 前天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苏氏写过一首诗 我想搞不好你也知道了 但我觉得这个诗太有趣了 他说可使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受 无竹令人俗 人受尚可肥 俗世不可一样 藤人笑此言 似高环似吃 若对死君人大绝 世间哪有黄粥鹤 你看这是很短的诗 我稍微解释给你 可使食无肉 我们其实吃东西没肉 没关系 可使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可是住的地方不可以没有竹 因为其实苏氏写这个东西 是送给一个和尚 因为他那个和尚自己弄了一个小房子 外面种的竹 叫做鹿竹轩 就是鹿云轩 鹿云就是绿色的竹子的一个房子 就是说苏氏就写这篇文章来送给他 所以他就说特别强调 什么叫做不可居无竹 居住的地方要有竹 因为竹就有一种高洁的象征 意思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我们真正的生活居住的环境 要保持着一种美感在里面 我们的生命要保 要在一种美的环境里面 所以吃 可以没有肉 没有肉 不可居无竹 无肉 使人瘦 令人瘦 令人瘦 那意思就是 对 营养可能会有点影响不了 可是无竹 令人俗 我这个学生听了 等我分享完了以后 感觉很好的时候 他突然说 老师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什么叫俗气 我突然之间有点卡住 你就是把竹子穿在身上的人 人家都说竹子要放旁边才好看 然后偏偏那个人就是觉得 我把竹子穿在身上 就是好看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当学生问我说 老师什么叫俗 我 因为我还活在那个诗的意见上 觉得很有趣 人寿尚可肥 俗事不可疑 旁人笑此言 思高还思吃 大家都说 就说你讲得太高瞄了 你有点痴迷这个竹子了 那俗事最后一句 这个 四高还思 若对此君人大觉 世间哪有黄州 就是你看到这个竹子很美 然后你还大口大口地吃的肉 那你这个人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兼得 其实是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世间哪有扬州 就是以前有人开玩笑 说你喜欢什么 他说 我喜欢要选这个 就是身上有很多钱了 我要选这个十万 十万贯 我就很有钱 另外有人说 那你喜欢什么 他说我不用那么有钱 你能够把我带到扬州去玩就好了 我喜欢那个地方 另外人说 那你想做什么 他说我 我想 有一个人说 他要能够成贺 就是说我能够像一个道人 我能够成贺 那另外人说 我想到扬州去当官 那最后一个 第四人就说 他想三样都有 我想邀传十万贯 坐贺到扬州 就骑着贺到扬州 就说我什么都要 我也要去扬州 太贪心了 人不能太贪心 那人家说 这个就是贪心 其实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苏世在这篇 这个诗里面就讲的意思 就是说 人呢 假如你要精神的东西 好处就是不俗 但是呢 你不能说 我又要精神的东西 我要 要 要很有钱 其实这两个东西 不能兼得 所以 这个本意是这样的 但是 我的学生说 老师 什么是俗气的时候 我真的 突然撒住 因为 你要怎么解释 什么叫俗气 我问你 什么叫俗气 很多 很多种方法可以解释 例如说 那些有钱人都喜欢 把logo穿在身上的那种 logo是 就是品牌的那个 例如说 他要故意把 你如果 你如果 对 我今天要穿一个LV 我穿了一件 身上一万的LV的 你看 看我多有钱 我穿了一个LV 这个看起来是蛮素的 然后就 明明就很丑 对 是这种的 或者是说 他把 应该说 好看的衣服 都还是要看人穿 对 所以我们 他们有 有些人会说 就是即便你 你穿了再好看一服 但是你不会搭配 对 你就是把所有的五颜六色 全部放在自己身上 是的 那 就是不会 这样是不好看的 对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就是那个 很像那个 是哪一种 动物是不是 还是一个预言故事 就是他把所有颜色 都贴在身上 贴在自己的 那我这样就是最好看的了吧 羽毛 对 他把最多 各种漂亮的 掉下来的羽毛 全部接起来 羽毛都插在自己身上了 我这样是最漂亮的吧 不 其实这样并不是最漂亮的 终于自己 然后 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才是 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最熟悉 譬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说 其实是很 就是 没有一种美的眼光 对 然后却一直在往身上 对 他以为把漂亮的东西 贴在身上 对 那他就会是漂亮 对 没错 把名牌 穿在身上 有鉴别能力 然后自己的行为 取质 审美 都在不断慢慢地提高 越来越细致 他要的东西越来越少 但是他 他得到的满足却越来越高 那这样的人就是说 他比较不俗 因为他的成长 是在他的内在 对 假如说一个人 总是用外面的东西 来尊重自己的话 其实那个东西 一看人家就蛮觉得 不管你是用学位 对 你的名声 来尊重你自己 可是 从你的贪图 你的眼神 你的举止 感觉不出来那种美 对 你就觉得 这个人还是属于俗人 对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有一天 突然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我问你 我觉得你穿衣服 蛮好看的 是的 我最近想买衣服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买 你可以推荐我 哪里的衣服比较好看吗 我说你要哪一种的衣服 你要干嘛 他说我平常穿的 只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同事们 都穿了一件T恤 三千块钱的T恤 把它逼下去 对 他觉得有点 好像有点输了这样子 会输吗 对 然后他就想问我说 他说一件三千块钱的T恤 哪一家的比较好看 我说你考导我了 然后我都穿一件三百块的 然后他就说 原来你已经就是 那个他用的方式 他用的说法是 他说原来你已经不用挥剑了 就有剑气了 是不是 我说 就是 你自己 你自己给人家出来的态度啊 或者是等等的身形啊 当然你就是 你如果 一个体态 一个 举止 对 一个驼背 这样子的话 大家当然会觉得 这件衣服不好看 或什么的 但你如果很 体态 有自信 然后你有很 顾虑到你自己的身材 对 的话 对 那你穿什么 大概也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对啊 所以我就 我就这样子笑着跟他说 我说 Unicore买一买就好 一件T恤三千块钱的 真的是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去追求这种东西 对 就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 跟这个今天主题 有一点点呼应的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 实际上没有错 所以就 大家还是 注意自己的体态 比注意自己的外在 要来的 对啊 你的穿着 还不如你 你的身体的身形 走路的 对啊 的确是这样 对 所以 就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对 然后音乐多听点 然后 吃也吃 吃好一点也很好啊 对 对啊 本来就 无肉使人瘦 但是还是要 还是要吃点肉 苏氏本身就爱吃肉 他讲这个话 是有点半开玩笑 OK 只是我觉得 他讲的最美的 就是意思 其实还是说 这个俗氏啊 不可以 就是说 人一旦就是 就是脑子里面 都是那个 很现实的东西 哇 这个时候 他的气质 你是完全包不上忙 他再怎么样 他都看起来 有一点 让人面不可思 对 俗氏不可 没错 所以就 大家 就是 好好的过生活 然后 爱自己多一点 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爱自己多一点 这样子 好吗 那么 喜欢这个节目 不要忘记 记得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听 那么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